喜马拉雅出品 回到北宋当大佬 作者 祝家大郎 演播 刀马蛋 我可是喷子 猫斗女王 甘狼 澹台夜 大宋天威 第七十二集 甘旗把苏氏找来了 两人进了书房 开始研究戏曲的事情 苏氏是那种听遍天下词牌的人 而甘旗是那种 京剧 乐剧 黄梅戏 玉剧 都有涉猎的人 甚至评剧也听过不少 也是甘旗以往生活的 那个年代如此 稍稍有些文化的老一辈 那都会涉猎这些东西 还有相声之类的 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时代门类 那就是样板戏 甘旗小时候 跟随着父母与爷爷奶奶 当真是二如目然 甘旗兴许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票友 但是记忆里边一压压 甘旗还是非常熟悉的 自己也能开口唱许多的段落 画本那是现成的 甘旗已经一压压在唱了 其实戏曲也是有规律的 每一出戏并非每一段 都要有不同的唱腔 也是有不同的曲牌 来回换词 再根据情绪与剧情高低 唱腔也会有区别 比如苏氏 那就更是杏手拈来 哼的都是当今流行的曲调 甚至根据曲调 苏氏还会稍微动笔 改一下对白的语句长短 苏氏也会对甘旗哼唱出来的曲调 点评一二 哪些调子好听 哪些调子不好听 苏氏的鉴赏能力极佳 苏氏大概就代表了 这个时代的审美了 哼了片刻 甘旗就吩咐伺候的丫鬟 把李依秀和萧九奴叫来 这两个女子刚入甘家 还是一种紧张的状态 有些不知所措 落座书房 动作有些拘谨 警小慎微 甘旗却是不管那么多 大大咧咧就开口了 二位姑娘 我与子詹兄呢 哼唱了一些曲调 劳烦二位继承曲谱 然后配上乐音 再唱一唱 这也是为何甘旗要急着 把两个人买回来的原因 因为甘旗不熟悉 这个时代的曲谱 工商绝职与 甘旗几乎是一窍不通 所以 把自己哼的曲调变成谱子 再配上和弦与音乐 那只能是让这两个姑娘来做了 两个姑娘只管是点头干活 甘旗已然在哼 苏氏也在哼哼唧唧 两个男人唱曲 虽然不至于五音不全难听至极 但是多少 缺少了一点柔美的味道 等到李一秀和萧九奴再重新哼唱一遍 味道已然不同 才刚刚一段 甘旗已然开口 好好好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这么回事 苏氏也是大喜 笑道 甘旗 快写下来 开场就这段了 就这么唱 这边李一秀文言 也是连忙去写 把刚才的曲谱写下来 甘旗与苏氏 这就算是在作词作曲了 只是甘旗借鉴的多 原创的不多 私人忙活起来 书房里却还有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吴承沃 此时的吴承沃 哪里还读得进去书啊 只听得那句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视谁家愿 这吴承沃 就没有读书的兴死了 平平转头 去看作词作曲的甘旗与苏氏 也是书房太过吵杂了些 打扰了吴承沃读书 甘旗看那吴承沃 平平回头来看 转头说道 吴兄 你就别看了 你好好写文章啊你 你写那个欣赏忠厚 那是越写越差 吴承沃连忙低头去写 口中还答道 先生 我这两天查了许多书籍 这篇新的已然写旧 还请先生过目 甘旗自己也是俯案在写词 只答道 你给子瞻看看 吴承沃连忙把自己心血的文章 拿给苏氏去看 苏氏接过去一看 眉头一皱 说道 这个 还需要努力努力 吴承沃本来是一脸期待 听到苏氏的话 面色一沉 又说道 呃 不知 何处还需努力呀 苏氏手指着文章说道 行之道 在于疑 何为疑 其实就在于公平公正 以念人善为准 不以人恶为准 甘旗文言随口接了一句 人之初性本善 行疑父亲 要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 这一句很简单 来自小孩子读的三字经 只是三字经在北宋朝还未成书呢 甚至到南宋朝都未成书 到了南宋后期才真正成书 苏氏听到甘旗六个字 点头答道 对 就是这个道理 人之初性本善 吴承沃听得一愣一愣的 躬身一拜 还请二位先生教导 行疑父亲与人性本善的关系 到底该如何分说呀 苏氏文言一愣 看了看甘旗 甘旗也是眉头一皱 答道 那你就别写什么人性本善了 就写宁可放过一千个坏人 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吴承沃又是一拜 还请甘先生教导 这般该如何去写呀 苏氏跟甘旗两个人对视摇头 甘旗又说道 哎呀 你先自己写 你写了再说 吴承沃恭敬一礼 点头去写 抓耳挠塞 苏氏跟甘旗这边 又开始一压压的哼唱起来 时不时的还击掌相庆 说着 嗯 这般好 嗯 那般好 说着这种话语 吴承沃晚间回家 连忙去给自己的夫人汇报工作 把今天在甘旗家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通 赵大姐闻言浅笑 这甘旗啊终于不演猴戏了 吴承沃深以为然 点头答道 还是夫人高明 今日就听那一句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视谁家愿 便知这位甘先生 才华满腹 可还不止这些呢 那个苏氏与甘先生两人 对坐商谈 家具平出 听得我在一旁 连写文章的心思都没有了 赵大姐闻言 忽然又叹了口气说道 哎呀 感情这般用心良苦 只不过就是不想与我赵家结亲 夫君 你说我们老赵家的女儿 当真就这么不找人待见吗 吴承沃闻言 连忙义愤填膺的说道 哎呀 如夫人这般女子 世间哪里寻得到 又岂是一般人家姑娘可比 我能取得夫人 那是上辈子修的福气 赵大姐一听 眉飞色舞 却又怒道 哎 对呀 我老赵家的姑娘 哪个说不好 她甘其真是不识好人心 岂有此理 吴承沃听到自己老婆 好像要生气 连忙打了个圆肠 夫人 甘先生 心许只是 不知道小妹的好处 如甘先生这般大才之人 娶妻自然是有要求的 想的是一个知书达礼 也有满腹才华的姑娘 赵大姐闻言又说道 这不是巧了吗 我家小妹就是知书达礼 才华满腹 配她甘其 岂不是正好 吴承沃想了想 答道 这小妹猪般的好 奈何甘先生不知 错过了好姻缘 赵大姐听了这么一句话 想了想问道 那如何叫她知晓 小妹的好呢 这个 这个当真是有些难 这 吴承沃答道 赵大姐却是一拍桌案 站起来 嘿 我有办法 赵大姐这动静 吓得吴承沃一哆嗦 连忙说道 夫人说的对 那半集就播讲完毕 天色也不早了 咱们赶紧歇着吧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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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